大家好,歡迎來到卓右講玩卓右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我是Happy 我是Anna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這款 叫做The Transcontinental的一款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封面 其實當初我進入這個遊戲 都是因為它的封面和表演 很有戰變色彩虹的感覺 這遊戲Transcontinental其實是玩什麼呢 跟酒店沒有關係 跟什麼關係呢 這裡有一本Historical Note 講什麼呢 講這個加拿大的跨國鐵路 怎樣是跨國法呢 就是加拿大的東面 留在加拿大的西面 一直延伸下去 我們就是加拿大立國之後 沒來過幾年 我們就有個鴻圖大計 就是要將鐵路由東面一些海岸城市 一直延伸到西岸 這件事就是我們玩家們 就是扮演一些鐵路的公司 就幫忙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區 做一些發展 做一些資源轉換 同一時間也都幫忙 將這個跨國鐵路慢慢延伸出去 這遊戲的機制上 其實就是屬於一個 中間也有一點點 必定和資源管理的元素 這遊戲其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英國類型的遊戲 但在這時也有很多交易 我略略講解一下 遊戲的流程和玩法 其實整個遊戲 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建立鐵路到西岸 每個玩家的主軸 就是用一些Telegram token 其實就是一些Worker 就是會放這些Worker 去一些Worker placement的位置 好 那由去Worker placement的位置 在哪裏呢 那麼多色彩等等的 辦法呢 其實就是放在中間那條 好像路軌的地方 一格格的放下去 那麽當玩家擺完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火車要開 火車就會從西到東 走開 每走一格的時候 就會觸發Telegram的行動 那麼Telegram擁有者 就可以觸發鐵路上下 雙輪的城市 各一個動作 然後呢 火車就會走到現在的跨過鐵路的盡頭 每一回合就在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會做必定 大家要透過在遊戲中取得的資源 主要是三款資源 就是鐵路工人、鐵路工人 鐵路工人去做必定 必定最多的會發生什麼事 只要大家貢獻出來 鐵路工人就會向右邊走 貢獻到一定數量 再拔走中間的板塊 這些板塊也是一些 score分數 或者是bonus action的板塊 當然是由最高貢獻 就是必定最多的人會拿 如此類似沒有人會去輪流 去取得分數的板塊 當取得分數的板塊 拿走了計分之餘 就發現鐵路可以去到的城市 就越來越多 碰到的城市的區域 就越來越多 代表可以擺放Worker的位置 就越來越多 當火車在盡頭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要洗頭 每一回合的下半場 玩家也會把自己上半場 未放的Token 未放的Telegram Token 或者未放Worker 就可以放下去 再去觸發 回頭的時候 會再觸發多一次 那些Worker的行動 最要知道Worker會做什麼 剛才說過很多資源轉換 那資源在哪裏呢 這遊戲也有第二個 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資源全部都在這架火車上 這個火車有裝著很多不同卡 不同的卡的火車 會裝著不同的物料 例如這些就是裝著木的 反過來 同一卡都可以裝上鐵 這個有巧妙的 而怎樣去代表你有資源呢 這遊戲是沒有任何資源的 木Token 所有玩家的資源 都是以這些Clip來代替 當它有木的時候 就會這樣放上去 代表你在這架木車上 有一個木 那你會問 只有這麼少卡 沒有錯 那當不夠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呢 就需要去購買 不是去購買 即是去購買一些新的車 然後在這些車廠 那裏就先放在這裏 等到火車入廠 要載這個引擎 行動動作的時候 這些車卡就可以選擇地放進去 就會多些資源 那這個遊戲大致上就是這樣 而當中的行動很多時候 可能是拿資源 或者將資源做 trading 或者有些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將資源 放進去這些城市 去完成 幫這個城市做建築 那做完建築的時候 這塊板就會反轉 然後就是會放回 裡面相對貢獻 比較多的玩家 就會有這些木屋 放進去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有貢獻 有些基礎建築 而且你還會有一些 只有你才能去到的 一些工作人員的資源 的位置 你可以再去 有些更加有效率的 一些資源的動作 從而就是透過這些 來回 去有些資源轉換 去做任務 去換取分數 剛才說過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些 火車頭上面有些煤炭 煤炭都是其中的資源 當煤炭換了之後 可能後期有些 煤炭開車行動 或者每一回合都會做一次 煤炭開車行動 這個時候 就是看看哪個最多 煤炭在這個 火車頭的時候 他就可以選擇一個 火車卡 放進去下面 從而 就可以控制到 資源的 多少 以及 當中都可以 拿取到特定的分數 這個遊戲 大致上 就是這樣 還有這些卡 當中有些位置 可能會抽一些 幫助卡 那些幫助卡 就是會有些 還有一些 提供的行動 或者有些獎勵 支援給你 到最後 忘記說這回答 這回答 就是一些 我們通常叫做 大單 或者是一些 Endgame Scrolling 的分數 就是看你 會儲到多少 不同種類的城市發展出來 好了 大致上的遊戲 流程就是這樣 好 不如我們逐個說一下 玩完之後的感受是怎樣 我先說 首先 我覺得 他的電影 是貼得很漂亮 和他的機制 就是他真的 把車子從東 去西 西 去東 而整件事 他做工作人員的位置 下工作人員 去蚊蚊蚊蚊 透過車子 走過你的工作人員 我覺得整件事 真的做得很漂亮 還有他 他的重換性 我相信他也相當高 因為他所有地點的圖片 還有他也有些抽卡的變化 基本上每一場的遊戲 其實都會 你是可以 要即時去構思不同的組合 去 可能要想一些共同出來 所以整件事都挺正的 還有他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他每半回合 他就會做個必定位 而必定位 他帶來那個心理戰的位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所有那些 可以 每個玩家可以用的資源 用來必定的資源 其實就放在火車上面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 車子準備開的時候 開之前 其實你已經可以算到 對方玩家 其實可以 投放多少資源 去這個必定位 從而去想 究竟你是不是 應該事前 去燒了一些資源去做事 還是我留一些資源去做必定 是 我自己覺得這個遊戲 雖然機制上 沒有一些很特別 很新穎的東西 即是是工作人員 有些必定 但是他的串合 那個流程 即是運動的流程 是由火車的推進 去中間這個必定的推展 去開發的鐵路 還有這個遊戲 我覺得 拿分的大面積 是挺豐富的 一來就可以開發城市去拿分 二來就可以 就算你城市這個位置欠不到 你也可以選擇 填滿這個火車頭的煤炭 然後把上面 在車廠上面的 裝滿貨物的列車卡 搬下去的時候 也是一個拼分方法 而第三個拼分方法 就是我們開發這個鐵路 當你貢獻最多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高分一點的卡牌 這幾種不同的叮分方法 在這個遊戲的不同的階段 都顯現出來的 令到我們拿分的方法 我們就不可以 即是不會說很單一 一丟 專門做某些東西 是幾樣東西都覺得 可以做到 亦都可以乘機地拿到 拿分的方法 而中間的過程 的充足 非常充足 例如搬煤炭這個車頭 車頭位 每個城市的大量 發展大量 去叮分 加上最後 剛才說的 心理戰 這些全部拿分的位置 都是有一個很強的 Player Intention 我自己覺得 Player Intention 也是這遊戲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 為什麼我覺得 這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其實 剛才說過很多東西 都是橫橫相扣 很多時候 我們說一隻 英國遊戲 橫橫相扣 機制和機制本身 橫橫相扣 已經顧之前做到 而且做到的情況 我的拿分方法 是和其他Player的 可能有橫橫相扣 感覺好像有半合作的意味 例如 我們要建一個城市的發展 需要去滿足 城市上面的這些 這些資源 這些資源 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其他玩家 可以跟機 或者你可能透過其他動作 去放一顆 去幫忙填滿一點 這件事 大家是共同的發展 這件事 同一時間 也有勾心鬥 最多一個 可以拿到一個 比較高的分數 不過 就算你放得不夠多 只要你有分貢獻 你也會有相對應的分數 所以 這個位置 也是很有玩家的參與 你不會讓一個人 去做所有的事情 因為 很多時候 我會說 去柔市 周圍 每個地方 去踩一腳 去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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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能會在中間 能量得到 沒有說兩分 有時候可能 剛好得到 我一顆 都可能做到第二名 我又可以變成了 有一間房子 有很漂亮的工作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開火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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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 都是有一個分數上的 橫行雙球 我記得 我們其中試一棵 和阿樂 就是 我找到一個 分享的東西 就是我可能 囤積某些貨 然後特定去某個地方 做發展 囤積貨的時候 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在火車卡 沒有位置 我們需要在一個 壓度去放貨 那些貨 囤積到某一種 的貨 可能有八件十件 那這個時候 其實如果開煤炭火車的玩家 把八件十件貨 放進去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很高的分數 因為他一次搬很多貨 但同一時間 亦都幫助到我 可以即時用到那些貨物 所以整件事 是有很多 嘴炮 或者有些 好像有些 互相合作 聯盟的感覺 在這個遊戲中間 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覺得 這個位置 是他遊戲的一個 特色 或者味道之一 除了你說 互相合作 有少許搭順風車的演繹 當中 亦都有一些卡位 互相爭奪的 某些發展權 或者開煤 開火車 簡貨車 這樣的權利 還有這個 爭的燈頭 其實在這遊戲中 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因為是一個 屬於台北的位置 除了好像 搭順風車 半合作也有 互相 有少量 黑脫黑的競爭 也都在這遊戲中 存在 好 那我也覺得 要補充多一點 就是這些卡 因為剛才提到的 比較少 這些卡 其實每一張卡 都有不同的畫 亦都代表了 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遊戲 我經常都覺得 這遊戲 如果有這樣的背景 我覺得很棒 因為這本 有一本 叫做 Historical Notes 真的說回 加拿大 起這個鐵路的時候 這裡每一張卡 每個人的 contribution 是有的 故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對於這個遊戲 應該加了很多分 而且它帶有來頭 雖然現在才叫做 做完 激斯塔塔 發音樂 但其實前幾年 已經拿過 加拿大的 遊戲獎 我覺得其實它很代表 加拿大這個遊戲的 發展 但是 有些什麼 評價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對的方面 我都可能講多一點 我自己覺得 這個遊戲 是一個非常技術的遊戲 我剛才所說 因為 其實你不能夠 現在這一刻 已經計劃了 所有 或者你每次玩的遊戲 都不能夠有一個 長期的 strategy 保持著 你很多時候 都需要不斷轉換自己 長期的 strategy 因為很多時候 你想做的事情 其實比其他玩家 會有很多的 互相更換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想追求一些 長期的 strategy 想試一下 不同的跑法 而去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但如果你是想 試一下 不同的情況下 我會怎樣 可以衍生到不同的 strategy 這遊戲 非常適合你 非常適合追求 Playing Interaction 第二點 我都想講的 K今次 加入了我們的review 但我跟他 有討論過 這個遊戲 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位置 做得未必 那麼 Polish 對方 就是他在不同 人數上的 設定 因為 當三人 和四人 我們發覺 設定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而 剛剛Andy 有講過 他的玩家的先手後手 其實都很影響 我們試過 在四人讀的時候 第三 第四名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如果去Car 某些位置做不到 他整個 引擎的 起動 可能會比較慢 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 他可能未調整得太好 那麼 我們自己試過 我覺得三人 的確是不錯 四人 就會開始有點迫 那麼 我說一下 雖然賺了一隻遊戲 很多 其實也有不少的位置 要留意 第一件事 硬件上 他這麼多 Token 今時今日 起碼做一些 Double Layer 的 波子出來 就是 隔隔車卡 都放四顆 曲子上去 每次拿來拿去 倒一輪 也挺麻煩的 第二件事 就是 其實他拍攝的 那些 多就不是很多 但其實在icon上 是比較花的 而且他的效果 是相似 所以調整起來 和認起來 其實是困難的 有時候 可能要多玩幾次 玩熟了 認清icon 那才容易想 容易找到 還有他的遊戲 那些機制 即他裡面的行動 都不是一個很直觀 就是比起平時 我們玩同類型的遊戲 就是 起城 發展就發展 派貨就派貨 然後又要問問 人類是否跟機 那些貨物要放在某些位置 才可以用到 在上面的又用不到 有時候在上面的又用不到 就是不同的行動 你的東西要很清楚 你才可以將你每一個行動 最大化 最大的效用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在教授上 都是有一定的難度 其實他有個Player Screen 要做必定 還有寫一些 Player A 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不過大家 不知道說明是否看到 其實是相當多字 就是Player A 這裡 真的已經有很多 但是也有這麼多 要去學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絕對不是一個 容易學的 我想中級也未必是 可能是中高級的一些策略遊戲 而且它的時數也不短 是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時數 分分鐘是 我印象中 我們第一次玩整個 差不多四個小時裂架 大家不要被它這麼細盒的樣子 握到 其實是一個 都相當重策略的 相當複雜的遊戲 我再補充一下 是的 剛剛Andy有說過 他不是很直觀 因為他推車卡的位置 其實他有三個 組織 是跟車卡有關的 所以 還有他的行動 又跟 他究竟可以用哪條 路線的車卡 的資源 又有關 所以 要做一段 你才大約記起 我這個行動 可不可以拿這個車卡的 某些資源呢 這個位置不是很直觀 不是太好 還有 其實 剛剛說 四個人可能太迫太卡 其實我又不覺得 因為 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去增加那個 遊戲的容錯率 例如 他一輛車 一輛車卡 可以一輛兩用 基本上 我覺得這些位置 已經是比較難去卡人 因為 你一輛車卡 可以做兩件事 基本上 你都不能去卡人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除了你 四個玩家 開車 他只有九個行動 可以拿 是比較迫之外 其實你之後 一路走下去 你越開越多的地點 基本上 你不跟人一起聯手 去卡一個人 是做不到卡位的效果 所以其實他相對地 我覺得他容錯率偏高的 一隻 英國遊戲 即使 剛才提到卡位的問題 或者是後手問題 其實分數落差都不會太大 因為 好像剛才說 中間交換 會令到很多時候 即使你跟不到那條隊 也好 你擺放兩顆也好 或者做其他的方向也好 可能你都會 拿到相對應相當高的分數 所以我覺得遊戲 在這個位置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 即是容錯率比較高 但有些人都會 反過來 會令到一些策略玩家 鑽研 這遊戲的深度 未必太高 因為就算你很鑽研 也好 你可能被其他人 一路跟你的車尾 都可能跟得到 可能最後一兩步 套你 就贏了 但即使這樣說 我想我們總結一下 其實這隻Transcontinental 其實也是一隻相當複雜 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牽涉了一隻下去的 一個Worker Placement 再加上Resources Management 的一個遊戲 當中也有很多必定 或者很多擺位 或者是心理戰的感覺 最後我們就不如說一下 你會推薦給什麼人玩 我自己就會推薦給一些 其實如果你玩慣這一類型 喜歡有些經濟類型的 有些火車的發展 有些Delivery的遊戲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隻 因為它的機制和主題的 契合是非常漂亮 還有它那種旋律 不是這麼直觀的話 如果你玩開這些遊戲的話 它會帶出一些新鮮感給你 沒錯 而且我也會推薦給一些 追求Euro 即是有strategies 同時也有很高 玩家的人 這類型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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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符合這類型的遊戲 好 我們今天的測試 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有玩過 或者你可能 因為它在TTS的地方 都會有些 模式 是官方放上去 大家試玩 如果你有試過 或者有玩過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 好 今天我們介紹的遊戲就是 Transcontinental 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 Like, Comment, Share 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 一起可以和你在Discord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